杨采尼身为儿机会大使 频频出现在各个公益活动中 6月16日 他身为奥比斯儿童大使 出席了奥比斯同看花花世界活动 呼吁大家都能伸出温暖的手 帮助贫困山区患游眼疾的孩子 还他们一个美丽世界 此次杨采尼身为奥比斯儿童大使 深入到中国云南的贫困山区 拍摄了一段非常感人的公益宣传片 所有小朋友都可以看到这个世界 过正常的生活 这里是云南的交通市 是个家庭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山区的资源和缺乏 令到很多小朋友缺乏了半方的智恋 整个拍摄过程 他亲眼见证了如何帮助 患游眼疾的孩子恢复光明 对走过非洲的他来讲 目睹与自己肤色相同的小孩子 那渴望无知的面容更令他感动 即便结束了拍摄 他也大病一场 但他依然觉得一切为了小孩子 都是值得的 其实我去完云南这一个旅程回来之后 我是真的病了 大病了一场 是因为 我是因为我们去云南的时候呢 本来以为是夏天 可是去到那边 当天就下大雪了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购衣服 大家都是 你就看到互相真的很照顾对方 每个人把自己的箱子里面可以穿的 都拿出来给我啊 给化妆室各自这样子 都希望大家不要生病这样 可是我还是去完回来以后就病了 加上可能那个心情上面的 那个情绪波动起落太大了 那可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还有吴建豪跟我一起去啦 我们有伴可以聊天啊 互相支持了这样 那在非洲的时候呢 其实感觉很大 天地很大 因为我们去探访的小朋友 是黑色皮肤的小朋友 我们种族不一样 语言可能没有办法沟通 因为他们讲他们的图语这样 可是呢 我在阿奥比斯这次 我们去云南的话 他们是中国人黄皮肤的 我是一个人去的 可是我觉得同样的一点是什么呢 是他们都是很可爱 根本天下的小孩子 那个眼睛就是很单纯 所以我才会那么强烈的觉得 不管就是任何种族都好 任何一个小朋友 只要是在个天下面的小朋友 其实他们都应该要 有一个机会给他们